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哦 这里先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兄弟姐妹们 未来小保底不歪,十连双黄,万事如意 相信朋友们都应该看了新的PV了吧 感觉怎么样,惊不惊喜,期不期待 有没有一种想玩的冲动啊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详细分析一下PV PV的开始就给了像野猪这样的玩家一个大大的惊喜 对不对,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要知道原神和崩坏是蓝色的 这里问一下屏幕前喜欢玩原神的朋友 是否和野猪一样喜欢女士这个角色 野猪我到现在为止都非常希望女士可以进卡池 因为我真的很想拥有它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进卡池 后来我在崩坏中看到了阿波尼亚 哇,我真的也很想要 但是想想,原神不太可能实装这样的角色 所以像我这种不玩崩坏的 是否可以在崛区里满足一下我的愿望 接着来看一下游戏特色 和我们之前分析的差不多 周末的都市 双重身份别样的生活 承接委托空洞穿梭 小队组合探索空洞 万变迷宫高速激战 绝屈灵应该不是像原神这样的开放世界 而是类似于风三这种 探寻真相追逐希望 结合各方势力揭露阴谋诡计 各方势力应该就是PV中展示的这些角色了 首先第一方 哇猫娘 怎么说呢 米哈游的游戏玩久了 XP系统自然而然就变成米哈游的了 美工建模YYDS 这是第二方势力 从服装上来看 可能是参考了日曼中的暴走族 这是第三方 青鬼狐妖 这个耳朵和神族不一样 黑肠直 这是第四方 第一眼看上去就有那种欧鹿感觉 管家女仆对不对 暴力女仆 总之所有势力的角色都非常的有特色 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至于这位在PV中被叫做店长的 应该是类似于派蒙这样的角色 很可能就是他给我们下发各种任务 然后是PV中的这一段 我们可以看到 角色在使用类似于机械风之一的装置后 是可以在空中飞行的 就是不知道在游戏中 是否可以使用这个道具飞行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毕竟原神里面已经有风之一了嘛 那么这位应该就是 绝区林图标上面的角色了 身上穿的应该是轻便的机甲 然后看这里的燃料 燃油影 那么PV最后镜头中的这两位 应该就是类似于原神中的旅行者 是我们进游戏里面可以选择的 如果让大家选择的话 是会选择男角色还是女角色 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通过这段打刀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打击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感觉和崩三比较类似 崩三你一定要挺住啊 这个米哈游你要干嘛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自己竞争自己吗 哇这个 从视频上来看 如果真的游戏时机 能有这样的一个打斗体验的话 哇感觉好爽啊 接着要来说一下 绝区林可能会在哪些平台上线 通过测试的招募可以得知 PC移动端都会上 申请参与测试也非常简单 来到官网点击这里 然后填写对应的问卷提交就可以了 另外测试内容是不能向外传播的 否则就会追究法律责任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抽卡圆梦 关注野猪 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大家